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蓝现在在阿里山高海拔的 德恩雅纳社区 这里是邹竹的祖先居住的地方 当然只是来这边走走看看 没有当地的人帮我们导览一下 真的非常的可惜 所以现在我们有请阿贝大哥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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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贝大哥想要请问一下 旁边这个图有什么意义吗 从这边然后一直这样一直下来 然后整个图形它有故事存在 来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没有发觉到好像眼睛 然后今天这个白点 旁边是一个铅铅 丸如好像是一个大眼睛 大眼睛在顿住对方 顿牌就表示说我们要抵挡敌人的时候 好像有两只大眼睛要顿着他们 我们周主人以前是在海边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贝壳 贝壳 好 这个下面的部分来讲来讲的话 我看到有火 然后是不是也有眼睛 好 你没有发觉到这个好像是脸谱 对 那很像头发 是 有没有 我知道了 这个是贝壳 是 没错 贝壳 头发 眼睛 那这个是头带 对 没错 好 这个是 来 我问你 你猜一下 是 这个是 我们分男生跟女生嘛 对不对 这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男生 这应该是女生 对 因为头发的关系 好 这个就是男生 你答对了 这是女生 这整个来讲是我们周主的艺术家 叫做白泽白鸡安娜所创作的 有 我这边还看到这个房子 下面都长了很多脚 这样高高的 旁边有很多房子的脚是高高的 请阿贝大哥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OK啊 OK啊 好 我刚刚突然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哦 看看 这是不是周族文化的脸孔 是吗 阿贝大哥 呃 是 鼻子都好挺哦 对 那为什么是在门口呢 还是只是刚好而已 还是其实把这个脸孔放在门口 有其他的意义吗 我们周族是着重战略 比方说我们的雨室啦 我们是山珠寥寥 我们都会留下来 要很刻意给人家看 放在门口 对 这个艺术家就是 一用意就在这里 哇 这边不管是地板上面啊 或是房子旁边都有很多周族的文化 这个为什么要有一些 石头堆砌成的艺术品吗 这个 这个石头在我们家屋的周围 要做一个防御的一个功能 有点像是保护 保护家人 这有点 你有听过万里长城吗 有 有 我知道 对 万里长城这个也是防御嘛 对 防御别的 防御敌人 因为周族有很多勇士 对 所以其实呢 勇士对于保卫家园的概念 非常的完整 除了盖好他的家之外呢 然后现在还在上面 有了装置的艺术跟一些插画 所以说我们家都要有这个防御 不要让敌人进来 这个就是一个勇士的爱啦 对 对 我们周族非常有爱心 真的 加上一点艺术的装饰呢 又可以帮整个社区 添增了一些美感 对 了解了 谢谢啊 白大哥